吃哪些食物容易放臭屁 A 鱼鱼片 B 白饭 正确答案是 A 鱼鱼片 如果说是你是昏食 漏下去的话 那快进就会放出很多的臭屁 述食进去的话 明天下午六点 晚上十点 超市实在有健康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医生不见了 不是我在床上 那我想说 那我躺 躺下去吧 躺下去就回去了 对不对 我就躺下去 就像那个躺下去 问题是我躺下去的时候 不是不是在我的身体里面 没有到身体里面 那躺到身体 地上 完了怎么办 想到进来 那我用钻的钻进去总可以吧 钻到半天 也钻不进去 那我就想 完了 我回不去我的身体 那我岂不是要死掉了 我 我知道念了多少的佛号 还是什么 通通通念的 然后心在平静 连号也不念了 什么什么神都不叫的时候 我发觉到 我的身体是这样 突然地压缩起来了 这真的是被压缩的感觉 然后呢 就这样 有一个隧道这样 就一直往下面 一直把我往下 好像不是拉 只是一直往下坠这样 很久很久 一直滑下去 可是我眼睛 我感觉我眼睛不敢张开 虽然我也许不是人体 但是我不敢张开我的眼睛 我就让它一直滑一直滑 不敢动 就一直滑一直滑 好深好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很紧很紧的时候 然后再串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有串起来的感觉 然后我眼睛一张开 走住台的光 对 那我终于回来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出窍 那人在断气的那一刹那 科学发现 我们的人体会少了好几公克 也就是所谓的灵魂 也有人宗教说叫意识 用这种角度来想 其实也不会觉得很可怕 我有一次带蔡龟姐去排铁板神算 像我帮高领鸵大哥排出来 是一期一切又一期这样 排他的事 铁板神算排的 真的吗 所以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就是灵魂它又出窍 科学家的解释 练愈家还有禅定 让人容易到了一个低氧的状态 当你低氧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往往容易出窍 有这种幻觉 像现在去世的大师叫南怀景 是 很多人亲眼看过他离地三公分 飘潜 可是以前才会说那种肉身菩萨 对 我相信这一切都有道理 医学界还有我们 值得好好开创的礼物 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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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 没没啊没啊没啊 我只是知道这个时间 我只是知道这个时间 你今天 还好我最近装画的很多 你装一下画得好 这是你的专长 对 我跟你讲 每个女生就是 一定要靠一些小小的技巧 来让自己 装也要换技巧 好 那明天我们就来看看 对 秋冬的妆容 有点烧伤过的 对 明天我们就来看看 真的可以看 对 不掉锁定 不是看 是我们要教女生化妆 不关你 要教女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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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大小姐想了 好康大放送 秋冬即将到来 你也想和女明星一样 画上今年最流行的 时尚妆容吗 今天晚上十一点 只要准时收看大小姐见花论 并上往回答 粉丝专页上的指令问题 你就有机会成为 幸运观众 一起跟着大小姐 幸福享乐哦